一只小鸟撞上正在飞行的飞机 威力居然堪比炮弹 这是真的吗 1988年 一只小鸟在3800米高空 撞上了爱塞俄比亚一架波音747客机 客机直接失控坠毁 机上85人死亡 21人重伤 1996年 美国空军一架E3A预警机 刚从跑道上起飞 30只加拿大鹅突然飞了过来 飞机上两台发动机被撞机后失火 然后坠毁 导致机上24名人员遇难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 小鸟明明很可爱 又没有攻击性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呢 鸟撞上飞机的事故 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鸟机 据统计 包括空军飞机战机在内的各种飞行器 全球每年发生的鸟机事件超过2万起 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亿美元 从1988年开始 已经有200多名飞行员死在可爱的小鸟手中 国际航空联合会甚至将鸟撞上飞机事故 列为A类航空灾难 从我们的基本常识来看 小鸟身材娇小且重量很轻 但飞机可是钢筋铁骨般的存在 小鸟撞上去无异于以卵及时 但要从理论上来说 小鸟撞上飞机达到的破坏力 主要取决于飞机的速度 而不是小鸟的重量 首先 客机的速度基本在800千米每小时 像是战斗机的速度 更是达到2倍音速以上 根据动量定理 如果是一只小喜鹊 重量大概在0.9公斤左右 撞上时速800千米的飞机 那就会产生153公斤的冲击力 几公斤的大鸟撞上客机 甚至能产生几百吨的冲击力 所以说在小鸟撞上飞机的破坏力 是十分恐怖的 那么小鸟撞上飞机的哪个部位 杀伤力最大呢 你知道飞机飞行中撞上小鸟 有多恐怖吗 2009年1月 美国全美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起飞后 两个引擎突然停止了工作 并冒出滚滚浓烟 明明起飞前 飞机各个部位都十分正常 起飞后 发动机却突如其来的着火 失去了动力 让飞机在空中摇摇欲坠 不得不迫降到纽约哈德逊河上 万幸的是 这次紧急迫降成功 机上155人成功获救 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 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而飞机离奇事故背后的原因 居然是一群加拿大黑雁 撞上了发动机 这才导致发动机着火 无法运行 有数据曾显示 全球所有的飞机撞鸟事件中 45%都是撞在发动机上 42%是撞在飞机机头的 挡风玻璃和座舱中 还有13%撞在机身 尾翼等其他部位 飞机发动机之所以最容易被鸟撞到 其实是因为当鸟撞上飞机的时候 都是正面遇上 通常是前方突然出现鸟群 由于速度的关系 飞机来不及躲闪就撞上了 所以最容易撞上发动机和机头 如果是小鸟被卷进发动机 那后果是最严重的 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发动机起火 发动机相当于一架飞机的心脏 没了发动机就没了动力 飞机就无法正常飞行 最后导致机毁人亡 如果是撞上机头挡风玻璃 那就会导致驾驶员失去控制 曾有飞行员就因为小鸟撞破挡风玻璃后 撞击到头部 最后导致飞机坠毁 挡风玻璃还有挡住高空气流和温度的作用 一旦没了挡风玻璃 强大的气流和低温 就会影响飞行员的驾驶 稍有不慎就容易出事故 那么该怎么避免飞机撞鸟事故的发生呢 注意看 一群鸟迎面撞上了刚起飞的客机 事实上99%的飞机撞鸟事故都发生在低空 尤其是飞机刚起飞的时候 也就是发生在机场附近 为了避免飞机撞鸟事故的发生 机场需要驱赶附近的鸟群 各国的机场总结出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恐吓驱赶 一些机场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 在机场放一个画着巨大恐怖眼睛的气球 这样别说鸟了 人看了都吓得不清 一些机场会根据鸟类的特性 利用高音喇叭来播放猛琴的叫声 或者鸟类受伤时的惨叫来将鸟赶走 但是有趣的是 这种方法有地域限制 必须得用本地鸟的叫声才有效果 外地鸟的叫声没啥用 也有的机场驱赶手段就比较粗暴 直接发射煤气炮来驱赶鸟群 利用煤气炮爆炸时的巨大的声响和烟雾 来赶走它们 第二种方法就是破坏鸟类的栖息环境 在离机场很远的地方 给它们建造一个相似的栖息地 迫使它们搬家远离机场 第三种方法比较残忍 就是直接猎杀鸟群 当然这种方法很少有机场用 有的机场采取换养的方式 来避免撞击事故的发生 第四种方法就是改变机场的环境 及时处理机场垃圾 在机场种上本地鸟不喜欢的草本植物 及时修剪草坪 让鸟类无处藏身 最后一种办法就是给飞机加装 如果以上所有办法都无法避免鸟积事故发生 那就是加固飞机的外壳 科学家们曾提出过 对飞机上的重要部位改装 更具承受力的材料 这样即使撞击事故发生 也能将伤害降到最小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